火箭队总经理用来的淘宝能力向来为人所称道 在少龙秀的选择上 漫龙龙鱼过于激进 毫比新秀的潜力 出现了像是选中的诗人罗伊斯怀特这样的背景 不久前 27次的罗伊斯怀特宣布 自己将会参加中级得到紧标赛 协逐UFC的王冠 原来 在次龙秀以及热审秀的选择上 莫楼却马晚能够会养时针 发现那些被忽视的遗珠 在军天火箭队对战热火队的比赛中 先发出战的江里克拉克表现前友 共享十四七两百 他就是莫楼在去年夏天签票的热选秀 今天 另一名火箭队球员的表现 也印证了莫楼出战的踏打能力 在火箭队发展联盟线属球队独立的比赛中 克里斯奇奥赛出战三十三分钟 五和四中得到九分 贡献三次全队 全场送出了精英的十八次助攻 值得一提的是 克里斯奇奥赛的正负值高达二十 会议毒蛇队群队最高 就在一周前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 揭下了阵名身高1.83米的小个后卫 在今天的比赛中 克里斯奇奥赛的经验表现 被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尽管在去年夏天的NBA选秀大会上无人认君 最终成为一选秀 但克里斯奇奥赛决飞无名之辈 作为NCAA传统豪强所罗里达出品的后卫 他曾在2017年的疯狂三月中 以一具三分秀畏的神奇抛投 绝双了乌斯开心 一时灵动天下 然而顺性于身高以及身体天赋 克里斯奇奥赛中间又能在2018年的省线大会上 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喊出 年贸落选 在那之后 他接上了奇才队的邀请 出站了夏季联赛 却未能留在奇才队最中的大门端之中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一个星期前 向克里斯奇奥赛伸出了橄榄枝 尽管与火箭队签约后 他就被下放大发展联盟 放在毒蛇队 他用出色的场上表现证明了自己 代表毒蛇队出战的首场比赛 克里斯奇奥赛出战24分钟 尽管仅得到三分 却赛出了九次助攻 算上今天的比赛 克里斯奇奥赛在两场比赛中 总计算出了27次助攻 展现出了出色的阻止进攻能力 如果克里斯奇奥赛能够 维持自己的这一状态 或许 他真的有机会穿上火箭队的战袍